欢迎大家来到范塔罗的频道 我是范范 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做一组 也是有缘人占卜 就是你不需要选牌 是我整合了屏幕前面 你们的所有人的能量 来做的这样一个有缘人占卜 这个有缘人占卜主要是看一下 你们双生火焰 或者是你们的灵魂伴侣的一个情况 以及他们想要传达给你 什么样的信息 对你当下 觉得你 觉得要给你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这个双生火焰 或者是看阵源 看灵魂伴侣 这个是在我的这个平常的撕战过 撕战的过程中 有很多客人来找我看的 一个项目 当然今天是一个 相对来说比较整合的一个大众占卜 所以不一定能够匹配到你的信息 如果说你想要得到你的 专属于你的精准的信息的话 是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打罗控 进行预约来看一看 你们是不是双生火焰 或者你们是不是灵魂伴侣 包括即使单身的朋友 你们的一个双生火焰 或者是灵魂伴侣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当然平常我们在说到的这个双生火焰 我也一直在跟我的客人传导一个观念 就是你在感情过程中 其实不一定非要去追求 是双生火焰 是灵魂伴侣 还是什么 这其实都只是说 在灵性世界里面 给这些灵魂下的一个定义 我们其实更多的应该要跳出这个定义 去相信你所遇到的一切啊 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没有必要去追求 他到底是不是双生火焰 他到底是不是灵魂伴侣等等 只要你当下觉得 我是在朝一个正确的道路行驶 或者是你拿出一个百分百的 对生活对感情一个好的心态 去完成你现在手上的所有的一切事情的话 那我觉得所有的美好的人事物 都会向你靠近 也就不一定非要是双生火焰 灵魂伴侣等等 因为这一些其实所有的感情的关系 即使你是双生火焰 即使你们是灵魂伴侣 即使你们是正元 但是都是需要去经营 即使你们相遇了 就是看到对方 他是你的这个灵性世界里面的另一半了 但是如果你们没有经营好 那么这段感情 其实对于你们而言 也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所有的感情 都需要自己去好好的经营 这样才能够向一个美好的方向前进 这就是我在占卜之前想要跟大家传导的我的一个观念吧 当然这是一个大众占卜 觉得没有匹配到你的信息的话 就可以点个叉叉走了 但如果觉得对你有一些些的帮助的话 那我也觉得很高兴 也希望大家能够来添加我的微信 来跟我聊天 来找我占卜等等都可以 那现在就开始占卜吧 这组占卜是一个整合能量 不需要选牌哦 好的 这个就是我今天帮大家抽的所有的牌 就是来看一下你们的双生火焰和灵魂伴侣的这样一个情况 包括他们给你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今天我用的是三组牌 牌抽的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这个能量的 我觉得就是目前这个大环境 大家的能量啊 都是有一些混乱的感觉 我会觉得大家可能心里面会有一些失落 有一些非常躊躇的情绪 包括会面临到一些选择等等 还有一些原生家庭的课题需要去攻克 那我会觉得就是我整体感应的能量啊 你们的能量相对来说是有那么一些些混乱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一张张的来看 看一下你的双生火焰或者是你的灵魂伴侣 给到你一个什么样的信息啊 首先啊 我们从左至右这样一直一六看下来 首先看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 这一张的话是 做出选择啊 做出选择 那其实就当我抽到这张卡片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在 就是你们 可能一直在向宇宙发出一个信号 但是这个信号呢 对宇宙爸爸来说的话 可能有的时候会觉得你这个信号有那么一丝丝的 复杂 因为有可能你一直在要求什么 然后在恐惧中呢 又抵消了你的愿望 可能你想要实现这个事情 但是在执行他的过程中的话 你又恐惧啊 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事情啊 并且你可能曾经怀疑啊 你的愿望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啊 这都是我感觉到的 你现在的一个能量状况啊 特别是面对 可能你现在面对一个选择啊 面对一个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感情上的 嗯 如果你不选 做出选择的话 那你可能就会陷入到怀疑 或者是不承认自己 这种这种感觉啊 就就非常害怕去选择 而且你你也非常害怕改变主意 就有一种恐惧的能量在你的心里面啊 特别是啊 要要你去做出选择的时候 你往往都会 呃 让自己陷入到一个不自信 不知道该怎么去选的这样一个状况 在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宇宙它是没有办法去接收到 你内心真正的那个愿望的啊 对它来说是有一些魔灵两可 有一些模糊 有些啊 不知道帮 怎么帮你去实现 所以说你现在呢 就是可以努力的去释放掉恐惧的能量 这样的话 你才能获得更多的一个清晰的认知 就就是你的心声要学会去尽情的去倾听 要去感受你内心真正渴望的东西 是什么 因为你要知道其实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啊 你要知道你的内心想要什么 然后去请求宇宙支持你去实现它 千万不要说去收缩你的欲望 因为你已经宇宙其实已经在向你发出信号 就是被告知要实现了 那现在就是要做出你这个坚定选择的时候了 在这一刻的话 你是可以向宇宙发出你真正渴望的一个信号 放下恐惧 并且坚定你的目标 这都是有助于铺平你的感情之路的 因为你现在在感情之路上 可以看到有很多面临的一些选择 但是你又非常恐惧 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在 那么这个呢 其实我会觉得啊 你们的双生火焰 这算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 就是你们的双生火焰 可能已经在慢慢的觉醒中了 并且你们两个人的距离啊 更近了 就是你的双生火焰 其实正在变得越来越意识到 在这个灵性真理的寻求的过程中 或者是在冥冥之中 它超越了一个 我们现在所处的二元世界 物质的现实存在 那你们之间的联系 其实是非常独特的 往往就是 可能就在那么一瞬间 就是会感觉你们的这个关系 正在慢慢的觉醒 慢慢的靠近 那很多人呢 他其实是通过 就是比如说做梦啊 或者是看了一本书啊 或者是一段记忆 甚至说你生活中的一点小事啊 就会有一个关键事件的介入 或者是一个唤醒的触发点 那么就触发到你 跟你的双生火焰的一个觉醒啊 当然全球啊 整个地球双生火焰的这个 存在的几率或者是觉醒的几率 是比概率啊是比较小的 但是呢 我看到的这个信号就是 你们是有可能 跟你的双生火焰进入到觉醒的状态中的 所以这个也是需要一个触发点去触发的 这个并不是说你你就是每天想着我怎么去触发它 每天想着我怎么去找到我的双生火焰啊等等啊 这种执念是不应该存在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自然而然发生的事情啊 因为啊 就是就是像我刚刚说的 一个一个非常小的事情都可能会从内到外的唤醒你们 但是有些人他是抗拒觉醒的 因为像这个我们自身有小我跟高我 那小我的话 常常被触发 那小我的意识越大的话 你的这个双生火焰的这个形态啊 或者是这个觉醒的部分就会被小我压制住 所以说你要知道的话 当你达到你的人生目标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你的灵魂的 这个其实也是大多数双生火焰 它生活中的一部分 它的目的就是去要唤醒你们心中爱的永恒和真理啊 所以你要支持你的这个双生火焰 包括你自己 做一个灵魂上的互动啊 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个有意识的 有爱心的一个一个具象的人呢 抱着你们幸福的憧憬在一起 那我觉得这个会很像是吸引力法则啊 或者是冥想观想的一个方法 就可能你去观想你的这个双生火焰 它的一个形态 那么有可能就是一个 唤醒你们之间灵魂互动的一个方法 如果说你有疑虑或者是有恐惧 那么请清楚他们 因为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 你会再次遇到 或者是看到你的这个双生火焰 或者是你的灵魂伴侣 你要注意到他们的一个不同之处啊 整个这个整个这个人生的旅程 其实感情爱情或者是伴侣 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 我会看到其实你的爱情方面的奇妙的变化 即将到来 那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讯息啊 然后呢 这个 这个是在问你们 就是你的生活中 是不是 没有足够的空间啊 去实现你的愿望了 就你的生活中 有被很多所事所塞满了 比如说 可能你 你每天都在许愿 每天都在祈祷 并且设定一个意图 而且非常努力的 想要去实现某件事情 但是往往会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要看一看自己 是不是有足够的空间啊 来满足自己的这样一个愿望 那现在这张牌的出现呢 就是在提醒你们 我会看到 可能在物质世界中的话 你的愿望到底能不能够实现呢 就你的这个空间 可能被很多旧有的能量 或者是旧有的关系所充满啊 比如说 如果你希望跟你的这个双生伴侣 或者是灵魂伴侣啊等等啊 这样一个真爱 有一段幸福的关系 那么你要去思考 你的这个身体里面 到底有没有为他腾出一部分的空间 还是说 你还在想过去的一些人 过去的一些事 甚至说已经不属于你的东西 你还在去让这一些观念去 塞满你的头脑 塞满你的身体 那那必然就是你这个双生伴侣 你的这个灵魂伴侣 你的真爱 就很难很难走进来 没有空间让他走进来啊 我会看到可能现在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是呢 你现在住在另一个城市 但是呢 你想要一个完美的伴侣 那你的衣柜或者是你的房间里面 到底有没有给他们留出空间呢 比如说让他们去存放衣物的柜子 等等 这样一些空间 这个是物质层面的空间 物理空间 那甚至说就是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忙 忙于学习 忙于工作 忙于生活中的琐事啊 你完全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或者是没有时间去 真正的能够把自己腾出一段时间去 放空去 做一个非常甜蜜 或者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旅行等等啊 就就可能 甚至说你有时候会梦想啊 去旅行 但是呢 又出现了一个过时的 就比如说你 你可能又出现了一个 恒来的一个讯息 比如说啊 我计划下周去哪里哪里玩 但是呢 到那个点的时候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去准备 到那个点的时候 你又怂了啊 你又被各种事情打扰了啊 就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说现在的话 一定要去学会 腾出自己的一些空间呢 要腾出来 囤出空间才会有新的能量进来 要从旧的关系中去 把自己整理出来 让新的关系展开 并且你可以去 让自己放空一下啊 就不要被锁 很多琐事塞满了啊 你要去学会 让自己放松 让自己去享受 就给你的建议就是 你要在现实中 赶快 现实世界中啊 赶快采取一些快乐的行动 来满足你的欲望 去享受 那今天你 你迈出了这样一小步的话 那么有可能 你的这个真爱的关系 就会进入到 你的生活中 或者是啊 甚至说进入到你的梦境中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一定要 不管是从你的身心灵 哪一个层面 你都要学会让自己去放空 都要让自己去 腾出一些新的空间来啊 这个是第三个讯息 那这个讯息的话 就是一个一脉相成的关系啊 要你们走出户外 因为大自然 它能够带来疗愈 或者是一个奇迹的一个发生 你看啊 他这个 这两个人就是在这个户外跑步的时候 都能够遇到的 这种感觉 所以说你现在呢 是需要一些新鲜的空气啊 特别是要到大自然中去 或者是出去走一走 那它会比你想象的 更能够让你去振作跟痊愈 会觉得你可能太宅了 或者是太闷在自己的世界里面了 现在一定要打开自我去走出去 不光是你的心要走出去 你的这个腿也要迈出去啊 或者是经常做一些运动 因为它会帮助你去保持在一个高振动的状态啊 等等 那它会让你保持到一个高振动的状态 这样是也是有利于你去吸引到你的高频率的另一半啊 或者是你想象中的另一半 这都是非常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那你的身体呢 其实就会很像是你的这个人生之旅中的一个 感情之旅中的一个交通工具 所以当你的这个身体健康的时候 你的精神过程其实也会变得非常的顺畅 而且呢 你要记住你可以去每天摄入比较多的水啊 就是这个喝水 并且要去把这些咖啡因啊 酒精啊 或者是过度沉迷的一些游戏娱乐 这一些要把它截制住啊 就不要摄入太多让你上瘾沉溺的东西 那运动呢 就是保持一个身心健康的好的方法 它就能够让你的体内释放很多快乐的荷尔蒙 所以当你外出走动的时候 你的这个指导灵 就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人互动和联系啊 包括你的这个双生伴侣 你的真爱 你的灵魂伴侣 你的正缘等等 会给你带来一些意外的惊喜啊 所以要去寻找新鲜空气 锻炼跟乐趣 它可以让你以 就是它可以让你 就是这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啊 为你的生活增添乐趣 并且为你带来一个另一半 这都是很有可能的 然后我们来看这一张 这一张的话是要你放轻松 放手 你现在 其实整个这样看下来的话 你现在心里面都会有非常大的一个执念感啊 所以现在呢 就是一定要去放开了 你可以去让自己平静下来 要去设定一个暂时不去关注这些人 这些事的一个意图 那你就会很容易去解决 很容易去放松和放下 你不要去试图去控制一些变化 或者是你一定要 这些人回来 或者是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 等等啊 你要你要去放下这种意念 放下这种意图 放下这种控制感 不去过度的去care他们 不去过度的去关注他们 那么这些 这些对你有害的 就是对你能量有害的意图跟事情 那他就会困在他该有的地方 他就不会来轻视你的这个高频能量 或者是拉低你的能量 这个是你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 你可以去做几次深呼吸 放松你的肌肉 让你的紧张感去消失 然后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并且你要知道 这样的话事情会更快 更容易的去转变 那一切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那你现在一定要学会去放轻松 去放手 要让平静的能量来带给你一定的疗愈啊 不要去执着于去改变和控制一些事情 那这里的话是 那跟这个石头真的是 又是一个一脉相成的关系啊 这个首先是让你去放松 那你要进入到一个放轻松 放手的状态 那你就是要有一个让自己改变的动力 这样的话就能够走出困境啊 你看他在看这个卡片上的这个人 他在推这个大石头 在上坡 那他就是在把这个困难往前推 试图让自己走出困境啊 所以就还是会像这个能量 我感应的能量状况一样 可能你现在的能量啊 包括你的这个生活的动力啊 都跟你所要求的 其实是有一些些背道而驰的这样一个状况 那最可能的一个恐惧可能是你的系统 它正在处于一种赶走你欲望的状态 特别是这种恐惧感啊 双生火焰它在一个运行和追逐的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充满动力的一个过程 如果说你就你完全不动起来啊 不让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中的话 那么是很难遇到你的真爱 你的这个双生火焰啊 灵魂伴侣等等 因为你这种无意识的恐惧会创造一种排斥感 就会把这些人排斥在外面 所以现在需要你去改变你的这个动力 改变你的能量 进入到一种吸引你的这样一个能量状态中啊 要把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人吸引过来 而不是害怕去接受 害怕去前进 而排斥在外面啊 那第一步就是要去试图啊 释放你这个试图去控制环境的感觉跟意图 因为当你出于渴望或者是需要去追求某个人 或者是某件事的时候 就会有一种潜在的恐惧 那那那这种恐惧的话 其实就是意味着你在向宇宙和你的另一半发出一个信号 把爱推开而不是去吸引它 所以所以你们之间的自然状态啊 就你跟你的真爱的自然状态 其实是一种吸引和爱 所以一定要放松你的头脑 要相信自己啊 就就不要 也也不要说就是 不要坐着不动啊 要去有改变的一个动力 然后呢 当你自己充满了信心 并且相信你在爱中丰盛中 所以说不管你要什么 你就你就会知道啊 宇宙跟其他人都会积极响应你的召唤 那现在你就可以允许这一个动力去出现啊 要做到做到这一点的话 首先我们之前说了很多方法啊 走出户外啊 放轻松啊等等 这都是一种方法 要保持到一个自信积极的一个期望中啊 一定要去解决掉过去的一些伤害 并且让你处于恐惧的一些状态啊 担心消极的一些情况 并且你要从心底去原谅一些人 一些事 要从内心深处知道 当你从这个地方去呼唤他们的时候 那他们就会来到你身边啊 改变吸引爱的能量跟动量 那当你知道你永远不会失去另外一个我 另外一个我就是双生火焰 双生火焰你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当然你们会不会觉醒或者是相遇 这就是另话了啊 就你的爱其实是永恒的 你在各个层面是去吸引他们的 所以一定要学会走出困境啊 要去改变自己 那这个就是 这副牌带给你们的讯息啊 都是双生火焰的一种感觉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比较正面的信息了 除了自己做改变以外啊 你们的双生火焰是在觉醒的一个状态中的 还是有希望的朋友们 一定不要丧失信心 当然这个双生火焰也不是唯一啊 也不是你追求的一个执念啊 放轻松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浪漫天使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浪漫天使呢 我会看到啊 你们会有家庭课题啊 就是天使其实在回忆你对于爱情生活的一个祈祷 但是呢 也跟你的原生家庭 或者你对你父母的感受是非常相关的 浪漫天使他会看到 如果说你释放掉了对父母双方啊 或者是其中一方的一个就有的一个愤怒和能量 那你就会因此而获得美好的爱情 那原因呢 就是你对双亲的感觉影响了你对伴侣的选择 以及你去处理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个方式啊 你是可以去请求天使协助你展开一些 从内心去疗愈的 去放下的一些行动 并且去原谅某个人 不代表你去认同他的一个行为啊 天使他是会告诉你 只有这种做法的话 才是一种深层的情感进化的形式 那在你的心灵跟身体的层面的话 你要下一个决心啊 不要再携带有毒的一个能量 所以当你的内心去对父母的感受是平静的话呢 你也不需要再去吸引这种不健康的关系模式跟伴侣啊 这其实是疗愈家庭情感创伤的一个方法 最近范范呢 在进修通灵的高阶能力啊 其中就是有对内在小孩的一个疗愈啊 就是探索到你的这个内心深处 你的潜意识中去帮你的内心小孩做疗愈 并且去啊 帮你功课这样的一个课题 那大家有兴趣也是可以来找我啊 然后呢 嗯 再说到这个疗愈 家庭课题 你所有的亲密关系 特别是你自己啊 学会去释放掉这个原生家庭的这样一些愤怒啊 或者是对他们的一些行为的不就是不满意等等啊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让自己获益 这个是你们的一个课题 那我觉得灵魂伴侣啊 如果说你们现在有遇到一个人或者是呢 你们正在交往的这一个人 那他是你的灵魂伴侣的几率是非常大的啊 虽然说双生火焰的话 我们刚刚没有看到非常确切的一个指令 就是他就是你的双生火焰 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确切的指令 就是确切的一个讯息 就是他可能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啊 因为抽了这张牌 就是你想知道 这个人他是不是你的灵魂伴侣 那浪漫天使带给你的答案 他就是正是如此啊 但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其实我们有 每个人都是有很多灵魂伴侣的 那他们是跟你共享神圣的灵魂连接 与生命道徒的一个存有 所以灵魂伴侣他聚在一起的话 去实践你们彼此的一个灵性啊 或者是对你们的个人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你怀疑这一个你你心里面想的这个人是不是其中的一个灵魂伴侣的时候 那当你如果觉得你第一次看到他 你有一种非常舒服和熟悉的感觉的时候 那就有无意识中就是散发出了你跟这个灵魂伴侣之间的一个连接感啊 当然啊可能你现在是一个担心啊 你会你会觉得我什么时候能遇到我的灵魂伴侣呢 我能不能够遇到我的灵魂伴侣呢 那这个讯息就是在告诉你们 是一定会发生的啊 一定会遇到这个灵魂伴侣的 很多时候呢可能这个人他就是你早就认识的人啊 虽然可能浪漫的火花他不会在你们第一次遇见的时候就迸发出来 但是呢你还有其他的机会跟对方一同去探索你们对感情的一个热情和火热 所以灵魂伴侣就是围绕在你的身边 或者是这个人他就是你的灵魂伴侣啊 你现在在交往的这个人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这一个浪漫天使的讯息 真心对谈 真心对谈呢 就是浪漫天使他会认为你的感情生活是需要一个健康的真诚的沟通 因为你有可能啊 一直在隐藏自己的一个情绪 并且让这种情绪也是遮蔽了你对爱的一种感觉 那这个情况其实是可以去修复的 并且是来得及去修复的 但是呢这个需要你个人的一个努力啊 如果说你觉得你你如果啊你们是有一个交往状态 你觉得你对他有一些不太好的情绪 那么现在就是给你一个机会去找对方出来真正的去谈一次啊 即使是觉得有一些不太舒服 甚至冒着令对方愤怒的风险 但是无论如何呢 为了确保一个亲密关系的健康 我觉得采取这样的一个行动是必要的 如果需要的话你是可以来找我去仔细的去看一看 你们双方到底是存在一个一些什么样的情绪 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来针对性的去解决啊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就是来找占卜师或者找疗愈师去获得你这个解决的一些方法跟途经啊 就不管你是跟你的伴侣沟通 还是说跟你身边的你觉得有好感的人去沟通 那这一段心对心的真诚的对话是能够带给你们一个个人的成长的 并且要记住你没有办法控制其他人的一个反应 你只能忠于自己的一个感受 并且你要知道在这个感情生活中 或者是在亲密关系中 你要的到底是什么 而什么是你不能去接受的 一定要去学会分享彼此的这样一种感觉 你才会有绝佳的机会 让对方去了解你真正的需求啊 而不是你去自己默默的忍受 觉得我这里不好那里不好 但是你完全不去表露出来 或者去真诚的去说出来给对方听 那有的时候对方他其实是不会接收到这样的信息的 反而会让两方越推越远啊 这个就是浪漫天使带给你们的一个信息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我抽的三张彩虹卡 第一张的话是 我完全敞开心胸以接受宇宙提供给我的丰富与财富 那就是双生 你的双生给你的一个信息 一定要给自己腾出空间呢 去接受宇宙带给你的一些非常丰富的能量 一定要学会敞开心扉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卡 第二张彩虹卡是凭借自重我的世界变得更好 这个就是其实我会认为 就是在你的感情生活中 你一定要学会爱自己 就首先必须要爱自己 才能够让自己的能量提升 才能够共振 让找到和你的能量频率匹配的人 一定要有自信 这样的话你的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好 第三个是我身处绝对安全之中 那就是完全不要去担心自己 能不能够遇到你的另一半 这个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你是处于处到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况中的 不要有过多的恐惧 或者是过多的担心疑虑 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现在一定是安全的 那这就是今天 我这一组给有缘人的占卜 你的双生火焰的情况 灵魂伴侣等等 这样带给你的一些讯息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有用的参考 给我三连哦 我们下期节目见